怎么样啊 被您说中了 那张小五出城不远 追杀他的人就到了 不过幸亏有咱的铠甲和血带 算是糊弄过去了 我亲眼看着他走远的 这是在现场捡到的刀 那个张印太监没找着啊 没找着 这往后啊 咱们就得想想怎么救自己了 救自己 动动你那脑子 动脑子 想什么呀 你看看那刀 你再想想那刺客 是谁派来的 这把刀看着像雨林卫的刀 我招啊 我招啊 是刘大人让我谎称他是哑巴 难不成是那个内关间长死 怕事情泄露自己顾兄杀人 又一走了之 一个宫里的内关间长死 他能使唤得了皇上的亲兵与林卫啊 他能在一个时辰椅里 他发出全国通行的特许录影 也是啊 现在领个录影 先要写个帖子地上去 乡里周府一层层当官的签字画鸭 办下来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 通行全国的录影更是只有户补特辟 除非是皇 您是说皇上 假如有这么一个人 那也算是很有声望的一个人了吧 可是他呢 却撒了一个谎 这个谎虽然撒得不大 但是他撒谎呢 是为了救一个 是为了救一个非常普通 甚至身份卑微的人 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臣不知道皇上说的是什么 这么说 你准备叫擅长 去凤阳办这件事咯 是啊 你的意思如何呀 擅长做事倒是谨慎 有分寸 调度前两啊 运筹指挥 这倒也是轻车熟路 也不会出什么差池 只是呢 只是什么呀 朕听你的意思 是有话没说完哪 擅长是自己人倒没什么 我就是怕他 弄不过身边的一些人 身边的一些人 那是什么人哪 我岁数大喽 眼神啊不太好 不过你我都明白 这一只小猫拖着一条大鱼 当街而过 你说那会发生什么事啊 这话说得倒有点意思 就算擅长是个小猫 哪个又敢来算计这条鱼呢 对了 这两天我想请刘伯恩过来给算算 万儿那家具该怎么摆啊 你忘了 当年我每年冬天都犯那个头风 他就跑到帐篷里来给看了看 把那个屏风换了个位置 还给我敷了些草药 我就再也没犯过了 还有打仗那时候 他给出了多少点子 都挺灵的 对了 哪天啊我在菜窖里再悟出点酒黄 到时候再包点菜盒子 你把擅长一家请过来 把刘伯恩也叫来 咱们亲朋老友的 大家一起吃顿饭 那你看这张老吧 你是不是给咱家儿子讲了个故事 就是前天晚上你给朕讲的故事 卖面粉跟那卖伞的 那个老太太的故事 这我可就记不清咯 可能吧 再说了 我给儿子讲的故事多了 这故事我也给你讲过呀 你忘了 你跟朕讲的故事 朕可能忘了 你忘得多了 除了这故事 我还给你讲过 汉高祖的故事 我还给你讲过 张良韩信的故事 对吧 说我是杀功臣的刘邦 把我看成什么人 我有那么狠心吗 朕的江山 难道不能朕说了算吗 皇上 皇上 玉使忠诚刘大人要见皇上 大人 大人 你要见皇上 大人 刘大人 皇上 多 刘大人 皇上 大人 大人 皇上 你滚开你 大人 您不能进去 你是皇上 你是皇上吗 你就躲开你 皇上 大人 闪开 大人 你别大人 这我 你 刘大人 闪开 奴才看他醉醺醺的 想拦住他 可怎么也拦不住 他家里的人说 他昨晚喝了一夜的酒 今天一早就过来了 说只有皇上可以救他 刘大人 刘大人 不能进去 在那 是 吴玉东 刘大人 不能进去 大人 刘大人 没跟你们说的 皇上 这是皇上 臣 刘伯温见家 咖啥 吴玉 我跟 乒 我 加一 这万歲 我都起来 是 臣不奇怪 臣犯了欺君之罪 你犯了什么罪 这呀 说来朕听听 说是 一只飞过来的苍蝇 这个皇上说呀 是光着定的 臣妃说呢 是穿着裤子的 不可能穿裤子 不可能穿着裤子 朕恕了你的齐君之罪 起来吧 那我起来吧 刘大人 来来来 臣 谢 这 这 这怎么 这怎么俩皇上啊这个 吾皇万 还是俩啊 你们 把他抬到朕的书房去吧 是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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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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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行不孙大人求见 什么事 皇上 你给内官监长司交代了 这是记录 醒了 没醒 朕看见你醒了 臣做梦的 还两个苍蝇 一个是光着屁股的 一个是穿着裤子的 干什么 你下来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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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什么 怎么有两个皇上 看不清哪个是朕 臣 臣说个这话 这都是你说的 想耍赖是不是 不可能 你还有说的 比这严重的呢 你说你犯了欺君之罪 不可能 不可能 不 借酒装疯是不是 仨婆耍赖不认账是不是 你当时喝多了 你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怎么来见的朕 给朕行的礼你记不记得 这个 你当时离了歪邪的 就过来了 给朕行礼 然后就朝朕的身上 撞过去了 你记不记得 不记得了 朕一躲 你当时摔了个大马趴 你记不记得了 那怎么可能呢 这喝醉了 谁能想得起来 凭皇上说呗 那你记不记得 当时朕说什么了 这种情况下皇上一定会说 有事站起来说话 对啊 那你说什么 不知道 你当时趴在地上说 臣不敢起来 是因为臣犯了欺君之罪 你记不记得 欺君之罪 对啊 不可能 你当时就这么趴在地上说 臣不敢起来 臣犯了欺君之罪 你就趴在地上这么说的 你忘了 不不不 不 皇上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皇上一定会说 大胆溜薄温 就你还犯欺君之罪 就凭你 一个半劫子入土的老夫子 是我提拔了你 给你官做 信任你 当然你这人哪 非常志趣 凡事呢 往后撤 见到屁大点的官 都知道往后缩 很懂事 你看 当官 只能当一个写年谱的太史令 遇事忠诚呢 是个副职人 那你那点胆子还欺君 你也就够安度万年 苟延残喘 你怎敢犯下这种大罪啊 你行了 你是想借朕的罪 给自己开头 朕告诉你啊 朕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哦 那您怎么说的 朕当时就问你了 你怎么犯那欺君之罪啊 你知道你怎么说的吗 不知道 你说啊 一只飞过来的苍蝇 朕说是光着屁股的 你说 是穿着裤子的 大胆 臣要说了这种话 皇上当时就该下列 大胆刘伯温拖出去砍咯 朕不是那么说的啊 您怎么说的 朕说 你先起来 朕恕了你的欺君之罪 您说什么 朕说 你先起来把话说清楚 朕恕了你的欺君之罪 臣刘伯温 谢皇上不沾之恩 这 这合着说了半天 你又把朕绕进去了 是不是 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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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岁数啊 像个什么样子 上茶 谢皇上 好喝吗 好茶好茶 没说茶 朕说酒 这喝酒装疯 不容易吧 上了点岁数 更不容易 行了行了 快去快去 收拾收拾 老爷 御史台的吴福大人来了 带着礼物和国品 听说大人要去凤阳 特地来给大人践行的 又来了 你若我去修陵墓 跟他御史台有什么关系 不去 践行践行 酒戏已经吃了十桌了 到现在我还走不了 有完没完了 我明白 不就是惦记着给奇大姑 八大姨弄个工程干干吗 那个小算盘 我会不知道 知道也不行 知道了你也要见 你说这吴大人 虽说和修陵墓没什么关系 但他可是御史台的人 这御史台 是庄管背后查人短处的 你不能不给人家面子吧 御史台又怎么了 碰到他的人 我就得装孙子 你老爷可以不装孙子 但是你可别忘了 咱外甥那庄命案 要不是托御史台的人 就他那小命 还能保得住 你说 你说就因为 就因为这些不孝混账 你说 弄弄我这个窝囊 咱们有一天被他们整死 你早晚有求人的时候 少说两句吧 行 那就让他等等 准备见客 快 给老爷更衣 朕可是一直遵诚您为先生啊 一来 这先生比我年长 二来 我大心里实在是敬重先生 还记得以往吗 我们哪一次 不是一晚一晚地贪心 朕真心求教 先生呢 也是知无不连 真是很怀念那段日子呀 臣也怀念 不过呀 现在的日子也很好啊 皇上呢 现在有了江山社稷 黎民百姓 正是想干点什么 就干点什么的事啊 更何况百废待兴 黎民饱受战乱之苦 朕渴望休养生息 正因为如此 朕此需要先生啊 那想当初 朕人命理善长 为中书省左丞相 先生为右丞相 你二人一同是共礼朝政 先生就是奸辞不受 如今为何又要走啊 臣谢皇上 皇上有所不知啊 臣已然快六旬了 而且这个妖姬不断 精力大不如前 皇上当初任命臣的时候 臣就推辞 真是有那个心 没那个力 而且臣请辞 这不是第一回了吧 再过 臣有个小小心愿 想归隐田林 从事写作 臣有一本著作 还未完稿 臣想 如果能在有生之年 拖着不朽之期 完成夙愿 臣感激涕流 那好吧 朕准你告老还乡 臣谢主 等等 告老还乡之前 再帮朕办一件事情 想必你知道 朕派李善长去修 凤阳陵墓的事情 知道啊 李丞相心思缜密 懂得建造 这应该没问题啊 这是个大问题啊 我夫人说得好啊 朕让李善长回凤阳修墓 就像一只小猫 拖着一条大鱼 沿街走过 那是一路的荤腥 先生想想 那是什么情形啊 先生 你身为御史忠诚啊 整治官吏 承治贪腐 这本就是你的责任所在 是 朕出身不一 最见不得的 就是那些 贪赃枉法 见利忘义的惯例 见到贪官 朕是见一个杀一个 见一百杀一百 绝不留情 皇上 这俗话说呀 用人不宜 李丞相刚刚为以重任 皇上就派臣去 这个会引起不必要的思虑 更何况 此事牵涉人 前物地甚广 臣贸然进入 恐怕事与愿违 反而适得其反 臣以为啊 皇上应该先让李丞相先行从事 皇上在旁边找人暗中帮衬 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 再换臣 臣随教随道 这样也好 你记着啊 是随教随道 随教随道 这方官印朕赐予你 任何时候拿出来 等奉旨行事 地方官员不得阻挠 臣谢恩 还请皇上 准许臣告老欢相 好吧 给你三个月 三个月必须回来 一年吧 六个月 八个月吧 那就七个月吧 臣谢恩 你 启禀皇上 嗯 雨林位把您要的人带来了 叫他进来 遵旨 参见皇上 起来吧 谢谢 谢皇上 真想让你帮朕办一个差 来 您又看得意呢 要我说啊 皇上对您真是信任 您看 您这印在手 岂不就相当于拿了上方宝件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都不能阻挡 多大的官都没听您的吧 那咱这一次是不是就可以住好点的店了 想要什么 有什么 想吃什么 吃什么 你呀 想得美 我就知道 跟着您没好日子过 皇上要送咱一辆新车 您不要非要坐这破车 这破车之歪之歪的 哪天真散架了 我留意倒是没什么 就苦了先生您这老胳膊老腿的嘛 游易啊 我是个在罪之臣 这刚蒙皇上不杀 我还敢跟他要车 那新车皇后都舍不得坐 您不要皇上的新车 却接受了皇上送的人 车我不能要 人 我哪敢不要啊 我明白了 来者不善哪 原来还以为这次跟着先生回老家 能过几天青生日子呢 谁成想 早知如此 还不如当初应了皇上的差 去那凤阳看着李丞相修灵墓 那也不用像现在 坐破车 住破店 还得让人盯着 对了 我听说 这次修灵墓 要从国库里掉几百万两银子呢 几百万两啊 想想都吓人 李丞相接了差之后 据说家门都快被踏破了呢 刘易啊 这就是 用毒酒和银子做成的陷阱 你就跳吧 皇上明知道李擅长跟我有戏 还唯我这么一差事 你还觉得这是好事 不能吧 李丞相是皇上的老人了 又是儿女亲家 皇上能让他跳陷阱 什么叫陷阱啊 干挖一个坑呢不叫陷阱 这得上面铺上草 摆上羊肉 底下还弄上机关 这才叫陷阱哪 让开让开 快快让开 这谁呀这么狂 快起开 快点 快让开 胡维雍 他还真升官了 野鸡变凤凰猪鼻子插葱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兴了什么了呢 刘爷啊 告诉他们 咱们让 先生 我敲他脑门子 让他清醒清醒 刘爷 听我的话 咱们让去 去去去去 行行行 让开让开 去去通 desert 那些 IDEку 准备了 对 管エル 这次多有点 好 发生性报道 党 庚侠 Canadians 刘伯文那边的消息到了 讲 出宫第五天 无大动作 仍是每日行路三十里就歇息了 住过两个客店 店主姓名都有记录 素银约十五调 没有惊动当地官员 吃干饼一斤 蔬菜若干 饮食起居正常 没有多余支出 也没有和咸咱的人员接触 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 后天就会到金华府提借了 你下去吧 是 金华之府 柴大人到 金华之府大人到了 我家老爷在里边请请 好 提着这么多礼物多谢多谢 恭喜恭喜 李大人好 里边请 里边请 除州之府 赵大人到 呼迎赵大人 请进请 里边请 里边请 赵大人里边请 嘿嘿嘿 恭喜恭喜 梁大人 刘大人到 梁大人 刘大人好 里边请 里边请 恭喜恭喜啊 梁大人 刘大人到 从中书省参政之事 吴大人到 吴大人也从京城赶来了 玉树陶一队 给你家神仙祝寿 还带着礼物呢 太魄费了 凤阳府 金华府的老爷 都在里面呢 互补 利部 还有礼部 都来人了 我们家老爷正在里边 给各位朋友表演助兴呢 快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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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请请请 来 有面酒 有面酒 能变出来吗 我看过能变出来呀 你看 你看 这就来了 来 太神了 要不怎么让王神仙呢 说变就变 刚才还是空的 是啊 神啊 太神了 好好 感谢诸位来参加在下的寿担 多谢 祝王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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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这几乎 有我家老爷的功法在里面 是请了神灵的 灵得很啊 胡大人要问的是 我看见了 丞相属龙 此行 由应天府去凤阳 是王西行 那可是白虎之位 这龙贩虎位 龙虎相克 巴黎 而这东南方向 又是火龙之位 方思 又隐隐杀起 东南方向 这龙贩虎 敢问 丞相大人 在朝中 可有不和之人 在下功力有限 还需求得更大的神灵指点 还望胡大人写出 那仇家的姓名 生辰八字 是他 怎么了大师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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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大师 东南方向 行的好 这就对了 那我该如何行事 左擒龙右白虎上中却下旋谋 乾隆在渊 急 乾隆在渊 什么意思啊 是说丞相该归家吗 可是丞相已经在路上了呀 天机不可泄露 在下只知道 当乾隆在渊 眷鸟归巢 方有一线生机 眷鸟归巢 在下送给丞相 一副玉床 这玉出于水 树地 可灭天龙之势 赞保丞相平安 玉床我已备好 多谢大师 李大人 胡威庸求见 叫他进来吧 是 胡大人请 学生拜见老师 你怎么来了 学生本打算第一个灯门 为老师送行 可家里有事耽误了 学生给老师带了一张 行路用的小玉床 东西虽小 不成敬意 老师累了 就在上面歇歇 抬进来 快点 快点 老师 您来看看 这就是您所说的 行路时用作休息的什么小玉床 是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是想让人家说我李善长 贪图享乐还是收收贿赖 来回去 老师 您误会了 这玉床啊 是学生专门在一位神仙大师那儿求的 可把老师消灾避难 你是遍着法的给我送礼 又来这一套 学生若是送礼 何不送上更大的 谁不知道这玉都是大的好呀 您看看这小玉床 这上面的玉都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 不值什么钱了 不信 老师可以派人出去 打听打听 恐怕连五两岁银子都不到啊 老人家 老人家 让让道 让让道 你往边上站一站 站一站啊 当心了 你让一让 你让一下 停车 停车 爹 在撞人了 老人家 您没事吧 这 这腿 疼 疼 疼啊 老波 您怎么样啊 这 这腿 你看 大铃子都坏你 他自己不看路 又不是我的错 好 行了 别吵了 先扶人 刘依 赶紧拿药箱 好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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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老波 您贵姓啊 上哪儿啊 我 我姓王 我要到金华府 找我儿子 金华呀 还远着呢 先坐我们车吧 来来来 好 老师 您还不知道吧 刘伯温也告假归乡了 学生特意去新华府 找那王神仙占卜 说着 刘伯温也是属龙的 而且是天龙 老师您是地龙 这天龙克地龙 刘伯温他克老师啊 你说的就是那个 什么替人家治病消灾 遗兽延年的 那个金华府的 那个什么王神仙 好多人都传说他 法力无边 依我看 他就是个怪力乱神 我不信 我亲眼见过他 空杯出酒 隔空取物 当地州府的官员 也都经常去 灵验得很啊 那天 我刚进门 还没等我张口 他就说啊 此刻 你的老师在哪儿 我知道 那刘伯温在哪儿 我也知道 一清二楚 他还说 他还说老师您 此行凶多吉少 学生绝不是空学来风 我在宫里听说 那刘伯温 临行前 假装醉酒去见皇上 他们两个人 在书房里谈了好久 老师 您想不想知道 他们在聊些什么呢 是谈老师您啊 那刘伯温 表面上是离开了 其实 是进了暗地阴影里 握着刀子 盯着老师您啊 他是 进可攻 退可守 阴险得很啊 咱们在前面给皇上卖命 他就在后面给咱们使绊子 够了 你居然敢离建君臣 散播谣言 你就不怕我把你绑了去免军吧 老师息怒 老师赎罪 学生也是在为老师考虑啊 话说得不知轻重了 还望老师宽恕啊 宽恕啊 行了 你起来吧 谢老师 轻者自轻 着者自着 我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老师别急 学生回来 就是为老师分忧的 依我看 这牌局才刚开始 老师手里的牌还多着呢 谁先叫胡还不一定呢 放开 我还有点 我可以 我 你 一群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你会不会烧火呀 笨手笨脚的 起开吧 我让你起开你没听见呀 我让你起开 较劲是吧 我 大夫人 放开 什么事啊 这还打起来了 不是吧 小兄弟 什么事还动手了 这不就烧火吗 我来烧 我来烧 我的饼 糊了都 摆好了 你看看 糊了 好了 火帽子 真是 真是 大人 大人 我给您起茶来了 多谢 多谢 没烫着吧 没事 没事 你看你看 坐 坐 坐 好 好 好 腿怎么样了 蒙大人的福 上了大人的药 这腿好多了 这两天走路都不疼了 那好 那好 王伯呀 菜烧得真不错 哪是学的呀 大人 您过奖了 小的以前呢 在应天府开过小饭馆 后来生意不好 倒闭了 托人进了尚师局 想猫口饭吃 没想干了两天 就说宫里不缺人了 这不我就想着到金华 找儿子去 你儿子在金华卖鸭血粉丝汤 这是跟你学的吧 对对对 快到金华了 牵着儿子心里高兴吧 高兴高兴 要见不着儿子呀 以后干脆给我烧饭得了 大人 您这话小的可记住了 一直也没跟您说呀 这个刘毅啊血气方刚 大离子呢年轻气盛 让您这腿没好就干活 朕对不住您 大人 没事没事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 大人 要不我再给您重启晚茶 好 好 多谢 多谢 好 老师 您感觉怎么样 我能感觉怎么样 这一路上静坐在车里 很少出来走动 到哪儿都是大吃大喝 我现在这肚子里的酒啊 就在里边颠来颠去 就这样这样 我现在闻我这汗 都是一股酒味 老师 我 学生 还在捉摸王神仙的话 这凤阳 是白虎地界 老师 去之不利啊 那是皇上的旨意 不利我也得去 皇上的话 当然要听 可是 也由不得人不生病啊 长老师 爹 我试过了 那个大离子肯定是个练过武的 根本不是蒲丛 肯定是他拿的 别那么肯定 难不成还能是那个王伯 这人啊 我也是了 他 他不一般 他们怎么下的手啊 那箱子的钥匙 一直在您身上的呀 再说了 他怎么就知道 这箱子里有关印呢 这箱子和别的箱子 也没什么两样啊 这不难猜啊 你想啊 其他箱子咱们都是 放在后头行李车上 就这个我随身带着 今天后上我还用了这个印呢 他们下手啊 就是在傍慢那会儿 他们偷内印干什么呀 皇上要是想要 直接下廉师回不就得了吗 好 这罪棍可大了 一枚丢了的官印 那能干的事可太多了 这么跟你说吧 就凭一张加了印的白纸 你丢印这官死定了 官 先生 真是有人要害您哪 爹 趁现在他们还没发现 还在外面 咱把他抓起来 搜搜 那印肯定还在他身上 到时候咱来个人赃俱灾 交给皇上 看他怎么说 搜不着呢 怎么搜不出来呀 就这么几个人 一辆车几样东西 方圆几百里地 几百棵大树 一大片草垫子 对不对啊 搜不着 你还要搜 你明摆着的呀 你对皇上派来的人 不信任哪 你不信任他 就是不信任皇上 再说了 这印丢了两个时辰了 他想干什么早干完了 那该怎么办呀 最上策呀 查出来谁偷的印 干什么 把印拿回来 还不能让他知道 有一点是肯定的 刘爷 偷印这人哪 他不知道 咱们现在已经知道 这印丢了 你想 一晚上我在这儿 对不对 他是想送他都送不回来 他那儿还着急呢 他还急着怎么敲目声地 把这印送回来呢 您怎么就断定 他想把印送回来呢 丢印是罪官 偷印就不是罪官 他跟咱一样 他不想打草惊涉 我断定 他送印的时间 在明天清早 为什么呀 你想啊 明天到哪儿了 到了金华地界了 你不得出示录尹哪 录尹和印是搁在一块的 想不露出马脚 他必须赶在这个时间之前 他把印送回来 好吧 咱这么着 来 出大事了 快救火呀 火 火 早就说过 小青火珠不是头一回来 快来人 快 来了 把东西往外搬 快点 终于放远点 救火呀 救火 走 我把箱子放车里头 你把这个也搁进去吧 好好好 好 导臣 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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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温他们已经到了金华地界了 是 目前看还没什么动静 昨晚在野地里肃营 也没什么可疑的事情 启禀皇上 李丞相的消息也到了 讲 出京第三天 行路三十里 进入楚州地界 楚州之州 协同之 判官 等十余名官员迎接 刘肃在官府 食宿银两不详 不详 白吃白喝吧 肯定是少不了啊 接着念 当日陪同官员有 应天府知府 同之 通派 都指挥室 府学等 都出京百十里了 应天府的人还跟着 这是讨饭吃啊 肉还没上桌呢 这已经 嗡嗡嗡嗡嗡嗡嗡的 一大桌苍蝇了 哼 念 当日傍晚 楚州府学的教授 学政 教育 训导 及秀赛孝联等三十余人 前来拜会 朕修灵器 这些书呆子 跟着起什么哄啊 是楚州府的人说 皇上修祖业乃千秋大事 需要各界贤达学者 专家撰文 研讨其意义 歌功颂德 克制庙堂 也好流传后事 这些书呆子还真是有才啊 昨天傍晚与中书省参知正事 胡卫庸会见 胡卫庸 是那个新上任的胡卫庸吗 正是 皇上 楚州知府急报 李丞相突发疾病 正在返城当中 恳请皇上 惠之太医院 皇后娘娘到 皇后娘娘 您可来了 带我见解擅长 快请 拜见皇后娘娘 起来吧 谢皇后 丞相的病怎么样 从脉象上看 旅途劳顿 三交火旺 心思欲竭 且及时消渴 故而生病 用宁心降火之法 再配以 故本安神之方 定能奏效 那就有劳太医了 但凡以后有什么事啊 尽管跟我说 是 皇后娘娘 我看看擅长 来 皇后娘娘 来 您快坐 可是把我吓坏了 她刚刚走的时候 还不这样呢 谁成想 这会儿她就 就这样了 擅长 我来看你了 擅长 是皇后娘娘 躺着 躺着 你放心吧 刚才她已经说了 你没事的 吃几副药就好了 皇后娘娘 臣无能啊 你说皇上 刚为臣 如此重要的任务 臣就这么不争气 你说 人这一辈子 只有两件事情 是自己掌控不了的 一个是病 那一个就是死 丞相得了病 难道要责怪自己吗 别静说傻话了 好好歇着就是了 谢皇后 皇后娘娘 臣还有一个要求 尽管说 请转告皇上 臣其实是因为害怕 臣怕 难以完成皇上的重任 所以就真的是怕 其实就是怕呀 好 皇后 好了好了 我懂 我懂 你休息吧 什么 她怕完不成 修灵寝的任务 下病了 真是岂有此理 我看她呀 是真的害怕 真不是装的 烂泥扶不上墙 哎哟 你可别这么说啊 你说当年 你在外面领兵打仗 在后方呢 调度前梁 处理政务 哪样不是做得 井井有条的 就说你那登基大典吧 那也是擅长操办的呀 你别喝完粥 就骂锅脏 扔下药饭棍 就打药饭的 我就说呀 擅长不堪此任 担着国库 天大的数字出去 那些官员 都像那苍蝇 闻着腥味似的 围着转 甩都甩不掉 擅长她呀 面软 不好硬搏人家 心里呢 又怕出岔子 这不就给吓坏了吗 要我说呀 这件事 非得找个 果敢有胆识的人 这才应付得了 朕知道 她是个小猫 可你说的 那个大猫呢 那个刘伯温 朕倒是享用 可你看她那个样子 一个劲地往后缩呀 像朕要把她 往火坑里推势的 这是怎么了 打仗的时候 个个亲如兄弟 朕已当了皇帝 反而就成了 孤家寡人了 怎么 朕当这个皇帝 当错了 冲八 我知道你心里难过 看到你这么难过 我心里头比你还难过 说句心里话 有时候我真想回到以前 我是真的想帮你 你没发现吗 现在大伙都躲着你 只敢跟你说好听的 就连那个刘伯温 从前是多么慷慨 潇洒的一个人呢 也要撒九封 坐着老马破车的 逃出城去 那你有办法 那你说呀 办法倒是有一个 就看你敢不敢用 你说 那些一见着腥味 就扑上来的官员 要严惩 砍了他们的脏手 断了他们 占便宜的念想 至于李丞相啊 你则要给他壮胆 免忧 怎么给他免忧啊 给他发免死铁券啊 承诺不杀他 凭什么 凭什么朕要保证不杀他 这是胁迫吗 你别忘了 朕是皇上 朕是天子 你用不着跟我发谎啊 你是皇上 你是天子 你自己看着办吧 朕是天子 是天子 是天子 为整肃刚记 诚治贪腐 特对如下官员 给予查拜 除州之州赵州 滥用公款 为记牟利 隔去官职 欲使无夫 行贿丞相 无事律令 入狱严查 同判刘洋 教习礼政 郭脏共谋 作同案处理 京华之府柴远 勾结死党 独谋国库 隔去官职 斩首示众 今此 承相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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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了 承相大人 皇上太医 承相大人的心想 皇上太医 皇上太医 承相大人是受了惊吓 昏厥过去 战无大碍 下去吧 是 下去吧 皇上 请恕臣接驾来迟 臣 臣怎么会在这里啊 臣还上了皇上的龙床 请 请皇上恕臣大不敬之罪啊 丞相 还记得今天在大殿之上的事吗 大殿上 皇上 臣知错了 臣罪孽深重 请皇上恕罪 起来吧 朕想听听 谢皇上 臣知道自己罪孽深重 套话朕不爱听 说点实在的 是 皇上是这样 自从臣领了皇上的旨意 来操办这件事情 五日之内 臣就召集了工部 户部 还有掌管营造的内工舰 及相关州府 来跟他们交代清楚 并且核算出了人才良的用度 五日之内呢 我还要准备召集全国的能工巧匠 你这官当的 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呀 就会被报表上那些陈词烂调啊 当真是傻子吧 臣不敢 臣的意思是想说啊 是想说啊 对了 臣自从领了皇上的旨意之后呢 朝中门声故旧啊 闻到此消息 就纷纷地给臣见刑 臣 你就跟我直说 这些日子 吃了哪些人的情 收了哪些人的礼 取了什么人的愿 臣不敢 臣绝对不敢啊 臣实在是不得不去呀 不得不去 他们用刀 逼着你的脖子让你去的呀 皇上有所不知 朝中内外 有很多门声故旧 您说他们平时呢 跟我之间都有些帮衬 这个面子不可搏呀 他们的面子不可搏 那臣的面子就能搏吗 朕把这么大的工程都交给你 就看在你是朝中老人 忠诚可靠 可是你呢 还没到凤羊呢 这一路上 就与贪官勾结 全钱交易 准备私吞国库的银两了 臣不敢 皇上臣不敢哪 皇上 皇上真是英明 一语中立 实不相瞒 臣怕的正是这个 臣虽然吃了情 但万万没有寻私情 答应他们任何事 臣一直为此用私成立 这才半途返回 臣实在是无能 臣恳请皇上 派另外一个人去担当此重任吧 臣着实无能 臣把这份意思已经跟皇后说了 臣句句实言 不敢有半句谎话呀 朕姑且相信你 谢皇上隆恩 但是这个凤羊陵墓 还得你去修 皇上 干吗 相抗旨吧 臣不敢 起来吧 谢皇上 朕相信你 今天在大殿之上 朕给那些巴结你的人 来个下马围 那都是因为你 那是为你铺平道路 朕要告知天下 无论任何人 无论什么官职 如果想着借着大兴土木 来给自己谋私利 让朕知道 杀无赦 皇上英明 可是 可是臣还是 无能 臣 你的顾虑 朕知道 皇后都跟朕说了 看在皇后的面子上 朕给你下一个 免死铁券 谢皇上隆恩 但是你记着 这个免死铁券 只对你一个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儿子 家人犯了罪 一律以大明律令为准 该杀杀 该斩斩 明白了吗 臣明白